据湖北省纪委监委消息,经湖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,湖北理工学院原党委书记邓兴华违反政治纪律,与多人串供读口,对抗组织审查,违反组织纪律,在组织寒寻时,不如是向组织说明问题,不如是报告个人有关事项,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,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,在承接工程项目,支付工程款等事项上,为他人谋取利益, 索取他人财务,数额巨大,涉嫌受贿罪,邓兴华身为党员领导干部,严重背离党的宗旨,毫无党性原则,对党不忠诚不老实,以权谋私,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,并涉嫌职务犯罪,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,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,经湖北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审委批准,决定给予邓兴华开除党籍处分,邓兴华,南,汉 1964年7月出生,湖北黄州人,大学学历,公共管理硕士,1983年8月参加工作,198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